好 碰到佼佼妳是沒有辦法拿她的當母優的嗎 唉 我覺得有點困難 回歸到這個去保護兒少的立場 當然是零容忍 當然我覺得受害者的心情 或是這些事情 要怎麼去防止再有更多的受害者 是不是應該是要打擊犯罪 我們應該是要把那個網站的 就把這個徹底消失吧 受傷的靈魂非常的多 那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找到自己 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希望那種痛心的感覺可以趕快的停止下來 不要再有更多這些讓人心碎的故事 我18歲出道的時候 我就跟很多的前輩 他們都是我的前輩 近期黃子椒捲入 持有未成年少女不搖影片的風波 18歲就和黃子椒認識 兩人擁有超過20多年好交情的楊千霈 曾在過年期間喊話腳隔快回來 但9號出席保養品代言活動 問起黃子椒反應竟然大逆轉 我之前之所以都沒有特別的回應 是我不知道我特別要回應什麼 如果真的我們當時知道這個情形 沒有人會希望她回來吧 你說生不生氣看到這個狀況 你去帶到很多的這些情境體 你當然會覺得很不舒服很不自在 我覺得這個回來是有很多的層面 譬如說我覺得孟耿儒 那事情已經發生了 那孟耿儒要不要繼續帶小孩 孟耿儒她需不需要回歸到她的正常的工作的管道 我說這回來是指 半指所有人回到一個正規的一個道路上 譬如說受害者 他們也可以趕快回到一個正常的管道 他們可以好好的繼續過下去 繼續的療傷 看到社會上很多不公平或者是不人道的事件產生 但也不只是針對嬌哥的這件狀況 一路這樣走過來看到事情變成這樣 我當然是對於兒童色情這件事情 真的是就是沒有辦法忍受 因為我們自己都是有孩子的嘛 是會希望說政府或者是說法律是不是可以保護我們 那當然很顯然還是有蠻多的漏洞跟立法不足的地方 那我覺得就是趁著剛剛好有這一次的機會教育 對於這次的事情的進展 特別是現在剛好有這麼多的這些聲音 這些關注 那是不是可以加速立法的這個修正 就真的是可以保護我們 或者是保護我們的下一代 碰到佼佼女士沒有辦法拿來的檔棚 黃子嬌事件越言越烈 小A4討經營楊千佩等不少藝人接連發起 連署風潮獨處立法院修法 不過昔日曾和做過黃子嬌的吳山如全美發文表態 如果真的能夠推動什麼的話 那當然是希望大家能夠真正的去重視耳少的保護 那因為他們真的是完全沒有辦法保護自己的一個族群 對於小朋友來說 他們非常非常需要一些庇護 還有需要很多的照料跟支持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有沒有去發一篇文 可能不一定能夠帶動什麼 但是我想大家對於現在的這個社會風氣 還有這樣子的事件的關注度 有拉起來 沒有耶 我們本來就只是 之前就是工作夥伴的關係 所以本來就不會有任何多餘的聯繫 最近世界非常的混亂 所以我想大家也真的都共同在承受這樣子的壓力 還有心情的動盪 那我真心的希望可以回復到正常的人生 大家都可以 受傷的靈魂非常的多 那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找到自己 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那種痛心的感覺 可以趕快的停止下來 不要再有更多這些讓人心碎的故事 我們會不會再去 Nacht 我們會不會再去你 這個動作 去天津 我再去天津 你再去天津 我再去天津 I-A-F- 我再去天津 你再去天津